一色短裤的男子双手上扣 被远警和消防队员团团包围 原来前一刻他拿着开山刀在街头挥舞 没想到当警方到场之前 他又跑回住家朝着家人挥刀 当时屋内除了自己的小女儿 还有母亲的同居人 这一老一小逃不出去也很难躲藏 直到消防队到场 协助警方破门才解除危机 这名男子光天花儿之下 一手拿着一把刀 在这个巷子闲晃吓坏了邻居 而警方接过报案为了避免受到波及 当他们来到现场出来的时候 也是拿着大小盾牌 波利斯大人拿着两大两小的盾牌 与嫌犯对峙将近一个小时 才终于将人制服压上警车 很多警察来啊 两手都有拿 他好像是那个开山包吧 报警的是一个那个外装人 他们家很复杂啊 状况就发生在新北市这处住宅巷弄 年约35岁的男子26号上午9点多 突然在街头亮刀 吓坏邻居触犯了公共危险 而当警方上前准备实施保护管束 他又猛然挥刀差点砍伤警察 更危险的是当他在屋内 拿着开山刀走来走去 差一点点砍伤自己的孩子 屋内的大儿子吓得跑出去大喊救命 他担心妹妹就是说请警察帮人家把妹妹带出来 他说我老爸出事的啦 说他的环境里面还有安徽他们毒品 还有七口人有什么感觉啦 以前是有 现在都没了 涉案男子当天被搜出了毒品咖啡包 警方不排除恐怕是吸了毒 让他如此恍惚 只是在屋内回刀还跑上大街上胡闹 威胁到不少人 检方申请羁押 法官也裁选 避免他失控再犯伤己无辜 TVBS新闻王文杰这么送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